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NEC ONE ID 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商店 在我身后的就是我们的虚拟门市 那虚拟门市呢 第一站叫做心情咖啡 心情咖啡顾名思义就是 系统会去透过我们的微笑指数 判定我们的情绪心情 然后给你一个咖啡的建议 要进入很简单 只要下载我们的手机APP NEC卓业中心 执行之后呢 登入 登入之后呢 对准我们的墙面呢 就会看到这个拍照的按钮就出现了 这时候消费者只要按一下拍照按钮 然后照一下自己的脸 这时候心情放轻松 照了之后呢 他会按照我们这位消费者的微笑指数 提供建议 建议我们使用菲菲咖啡 那菲菲是一种浅烘焙 低咖啡因的咖啡 特别适合心情好的人使用 那当消费者接受建议 只要按下放入购物车 这个交易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站 室内香氛 香水这个东西呢 其实非常不容易在网路上卖 因为香水我们没有办法 透过文字去了解它的香味 这里NEC就透过IoT的技术 提供一个线上购物 线下体验的一个 这个购物的这个体验 好我们可以按一下 这里画面上看到香水以后 点它就会出现室文的按钮 按一下室文 这时候在我们的上方 就会有这个香氛的这个喷水 马上就喷出这个香水的味道 所以消费者呢 在这个时候就可以 虽然是线上购物 但是他可以立刻 闻到他香水的这个味道 好这三种香水试完之后 他就可以挑选他最喜欢的香味 好那如果消费者 选择了他的香水之后呢 最后来到我们的实体柜 好因为线上线下融合 我们线下的实体柜呢 最大特色就是NEC的这个 事先推定 事先推定呢 就是防止我们消费者 这种购物的这个选择障碍 只要消费者在商品上 看的时间太长了 这时候呢 马上就会 系统就开始降价 去刺激他的消费 好那当我们降到这个 看的越久降越多 当降到这个最后不再降的时候 消费者终于被我们的降价 他车里打动了 他就可以选购这个饮料 好这样 这个就是 帮助消费者做决策 加速我们的购物流程 所以全部买完之后 线上线下可以一起结账 好我们只要来到我们的自助结账机 上面就会出现 这个线上跟线下买的商品 全部都会出现在上面 好线下商品要扫码 好扫完码之后加入购物车 好那透过这台自助结账机呢 线上线下的商品一次就在这里结账完毕 然后呢最后刷链可以付款 这样就完成我们的最方便的购物的流程 好谢谢大家